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2021年的1月5号星期二 我是GoMarkets Allen 那昨天全球股市是迎来了202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澳洲股市是使用一个1%的涨幅 打出了新年以来的第一发炮弹 在上涨的身影当中矿业板块可谓鹤立集群 黄金从去年8月开始调整以来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展露出阴霾尽扫的架势 那除去金价站稳关键价位之外 黄金股票们的筑底过程可能也已来到了下一阶段 而关于最近三个月是黄金股的筑底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陈述说明 那截止目前为止呢 对于已经站上1940的黄金现货而言 它的下一目标会是在1960左右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的走势是继续向北的 那除去我个人的A股表现不错之外 昨天我个人所参与的基金同样收益颇风 当将2020年一整年的A股个股跟相关的板块数据拉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A股与美股的表现可谓卢出一辙 那就是强弱走势差异明显 那另外A股当中非常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宁德时代是站上了400的大关 而在欧洲大陆 由于疫情继续处于一个失控状态 刚刚与欧盟完成分手协议的英国 进入了全国的封禁状态 那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 疫苗的进程都会是解决疫情的最后 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那美股时段呢 美国三大股指是一起走出了超过1%的跌幅行情 但造车概念继续光彩照人 特斯拉跟未来汽车无惧大盘波动 股价依旧一蓝决蓝 未来汽车依旧值得朋友们继续关注 而对于近期有些烦恼的阿里巴巴而言 我个人正在密切关注 我是GoMarkets的艾伦 对于关注我们的朋友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中文部的直线电话 03-8658-0602 03-8658-0603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